云南县乱搭乱建全家短命标语回应,用词不当但出发点是好的,乱搭乱建全家短命,不出义务工全家无祖宗,人畜不分居又无子孙又无妻。 日前,网友爆料云南省区静市复原县墨洪镇捕木村出现数十条诅咒式标语,10月20日晚间墨洪镇政府和捕木村委会向北京时间记者表示该标语虽用词不妥但出发点是好的,贴出不久即已撕掉并向村民做了解。 日前一字媒体发文称云南省区静市复原县经县诅咒式标语文内,视频显示,在十余辆小轿车和皮卡车上贴着诸如乱搭乱建全家短命,不出义务工全家无祖宗,人畜不分居又无子孙又无妻,农民不要那环境卫生最重要,之类的数十条诅咒式标语内容。 为要求农民搞好环境卫生,参与村集体业务工,主动缴纳卫生费10月20日晚间北京时间,记者与发文者取得联系据其透露,这些诅咒式标语,是富人县莫洪镇捕木村村委会制作的记者遂联系当地人进行求证。 在捕木村开煤矿的陈某称,曾见村民在微信里发过,捕木村村民李某则称,标语就贴在村干部的轿车上,是昨天上午贴上去的,今天不见了其气氛,但表示这是黑社会行径,文明社会怎么能这样搞? 随后记者又从捕木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某出政,识了词是李某称,这些标语,是几个村干部想出来的。 原因是村里正在进行的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推进不利一些村民不仅不配合还冷嘲热讽,村干部憋着一肚子气,为了推进工作就想出来这么个办法,找打字付译店打出来。 以后昨天10月19日,早晨8点多贴到了村干部的车上,贴的时候就有人说不合适贴上去,不到半小时镇上的领导就要求撕掉了。 李某表示标语用词虽然不妥,当但也是为了推进工作经过镇领导的教育,他们也明白了这样做,会激化矛盾,对于不配合的村民还是要多做思想工作。 20日,晚间记者,还就此事向莫洪镇政府求证,镇办公室主任唐某,表示当前复原县,正在开展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这些标语是补牧村干部,为推进工作,自己编的不是镇里直使的。 村干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群众意识不强,用词不妥,侮辱人格。 昨日镇上发现后,已经全部取缔了村里接到通知后,立即将标语清理。 同时镇主要领导还责成城邦补牧村的镇干部与村委会班子成员一道,去各个村民小组召开会议,向村民做解释工作,从好的方面进行引导。 谢谢大家。